大家好,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自动停车塔 我们的制作动机是 台湾能拿来被规划为停车位的地方其实不多 近几年来有些地方也会因为要新建大楼而减少停车位 况且台湾平均每户都会拥有一到二台车 根据中华民国统计资讯网公路局资料统计 第111年车辆登记数为7164757辆 而小型车路边停车位数量为286116个 从以上这些资料来看台湾停车位的供应量存在极度严重不足的问题 制作目的为以下6点 提高土地利用率 节省人力成本 美化都市样貌 节省时间成本 减少废弃污染 友善新手驾驶 我们的解决构想一共三大类 分别是电路程式系统 整体架构 文书报告 电路程式系统的部分为我们透过ChatGPT 这项工具来去一步步将我们系统的大纲拼凑起来 由于使用的工具是AI 所以在询问专题设计想法所需要的程式过程 就需要更注重自身的逻辑表达与想法的统正 我们需要从AI上学习这款软体 并提出清晰的想法 才能完整拼凑出一个程式 以下为使用空白页面练习与ChatGPT所练习的对话内容 接下来则为实际与AI探讨程式内容的过程 接着是在整体架构的部分 原定形状是想制作六边形柱体 但后续在整理讨论发现 在内部车位的设计依照六边形去边排各个车位的位置会存在许多不变 例如车位配置定位 配线 输送装置等等 后来经过讨论最后决定使用四边形柱体来作为框架 会使我们在内部车位边排配线会便利许多且能够有规划性的配合程式运作 最后是文书报告的部分 由于在制作本专题的时候有分成两个部分 一边是实体制作另一边是报告制作在同时进行 但在实体制作时有遇到状况和困难所以进度相对较慢 可是文书报告的内容及资料又需要从实体制作那边获取 因为这样的关系导致我们的进度严重落后 但幸亏内容和资料都是有先查好整理好的 只需要将它整理进报告再做些微调整即可完工 现在我们来介绍关于自动停车塔的作动原理 系统主要是使用红外线感知器做侦测车位状态 让红外线感知器作动的条件有两点 分别为Arduino系统通电瞬间 与作动器动作完成后 由内部程式使红外线感知器侦测车位状态 侦测后可分为停车与取车的动作 停车的部分会先使用系统存取的车位状态 并排序空车位的编号 使停车位优先选择编号最小者 接着等待薄膜键盘按下紧字键作为停车按键 执行停车动作至编号最小车格之指令 等动作完成后更新当前所有感知器的状态 且储存至系统 等待下次紧字停车键按下后 往复以上5点动作 取车的部分 需输入要取车辆的车格编号 系统便会执行该格的取车指令 等作动器完成后便会更新当前所有感知器 使取车的车格成为无车位状态 并等待下次车位按键再次按下 往复以上3点动作 接着我们来观看停车与取车的实际操作影片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